认识贾琳想必大家都是通过某一个喜剧或者小品所得知 很多人说贾琳情商高这一点不可否认 不管是在颁奖典礼上的热场 还是在综艺节目中的临场反应都能体现出来 贾琳进入喜剧行业时数偶然 那时的她还是个很瘦很好看的姑娘 艾美也爱幻想着今后能够成为明星 然而命运弄人 贾琳的妈妈接到招生办的电话 但不懂专业的她觉得女儿乐呵呵的性格 学许剧表演没错 这个选择影响了她一生 为了生存她跑遍了北京的小场子 为了讨观众喜欢贾琳也豁得出去 做着各种浮夸且半丑的事情 那时候用20块过了一周 面条就咸菜的生活 一年又一年终于等来了机会 2010年和白凯南合作的相声 大话捧豆推荐上了春晚 贾琳火了 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第一个小品就是你好李幻英 是她献给母亲的作品 大学第一年 贾琳的母亲就因为意外去世 她还没来得及见贾琳拼出头的那一天 这是贾琳心中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小品里贾琳穿越回去 与年轻的母亲隔空对话 说出了一直来不及倾诉的深情 我过得很好 只是想让你知道 可是你去了哪里 灯光暗下贾琳站在舞台中央 失声痛哭 仿佛就像得知母亲死讯的那一瞬间的无助 绝望 贾琳说 母亲去世后 没有一件事是真正开心的 因为我所有开心的事 妈妈不知道 若不是贾琳将十余年 不曾解开的伤疤 呈现在大众面前 也许所有人都不会知道 这个爱笑的女孩 内心却如此悲伤 子欲养而亲不带 这样的悲痛 想想让人心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